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源自十年前 為什麼這麼說呢? MYO就在1998年成立 其實我們由十年前成立的時候 已經希望作為一個非一般管弦樂的形式去演奏 我們除了管弦音樂之外 都會去奏很多電影或者音樂劇的曲目 期間這麼多年都遷就了很多不同的外國電影 後來發現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很漂亮的電影音樂 我覺得為什麼我們不遷就本地的電影原創音樂呢? 加上去年就開始認識到Anthony 嗯 嗨 就知道Anthony其實也作了很多很好聽的電影音樂 我們在去年就有一個新嘗試 不過那個時候並不是遷就電影 就突約Anthony為MYO 為管弦樂團作作一首全新的作品 是不是? 就演繹了之後 到今年就真真正正上去玩電影音樂了 也很開心得到Anthony 彭仔 陳光明先生 還有金培達先生的鼎力支持 我們可以演繹到他們的很多原創作品 電影很簡單而已 畫面和聲音而已 除非你一早決定要拍電影 是沒有音樂的 這樣就比較特別一點 嗯 很多時候 電影因為那個篇幅很短 人的情緒其實 長度比較大 我們電影的時間這麼短 譬如我 我剛才也說過一次 譬如我要一個人由很開心到生氣 可能他需要的情緒是五分鐘的 但我們在電影裡面 只可以用十秒鐘去完成這件事 我們用剪接 快點做到 很多時候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需要一個音樂 一個配樂 他是先預先給大家一個情緒 或者帶領著大家有一個情緒 去那裡 令到那件事快點發生 這是必須的 很多時候產生的時候 就是這樣 另一樣 特別是我們講產片 我們講產片 很多動作片 很多刺激的場面 很多時候這些場面 都需要有一個節奏在裡面 令到大家跟著去看 特別是這些場面 我們很需要配樂 是的 我也有看過一些打鬥的片 還未剪起的 我一向都以為他打得很厲害 我看了一段影片 那個演員 他一一一未經過剪接 所以原來打得慢一點 當剪接了之後 嘩!厲害很多 然後再把音樂的節奏去配合 整件事 我出來後 我覺得好看很多 我其實很想試一次 是的 先有音樂才拍 其實是好事 因為你知道了 整個音樂會是怎樣 哪一排或者節奏是怎樣 我經常覺得 有一部電影應該是這樣 那部電影是Kieslowski的男 他應該先有音樂 然後才拍那部電影 有時候剪片那位剪輯會放一些 隨便 不是隨便 很認真的 導演是不是隨便放的 小音樂 有些人是 他們剪了之後 大家的團隊 包括導演 可以先感覺一下 的流程 譬如你行動片 開槍 開車 如果沒有什麼音樂 還沒有槍聲 還沒有車聲 可能只是那些人走來走去 很怪 他們會放一些音樂 霸出 即是配樂的朋友 就會根據這些音樂 去估計導演的一些想法 有事 然後就嘗試配音樂 然後就讓導演聽 我記得涉聽風雲 即是我們合作 我 他有 他有 reference 的音樂 在 opening 那時候 我就覺得 我覺得不太對 那個reference 我就很想嘗試 用一些 classical的音樂 去做 這套戲的 opening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那 我就直接 我創作一段 然後再給Alan聽 他覺得我沒問題 有時候 tab tracks 是 比沒有好 那些 cases 但很大可能是 我們要全身再做 是不同的感覺 其實總之 一句都說了 總之畫面不夠勁 所以擺手比較厲害的音樂 你看看多厲害 我記得在做無間道的時候 麥紹輝先生 是刪了一段音樂 我又覺得他真的刪得硬 因為整套無間道 沒有開心的音樂 我作了那段 是唯一一首 開心的音樂 應該是鄭秀文 在家裡搬屋的時候 我創作了一些 比較輕鬆的音樂 在做到最後期的 混合的時候 麥紹輝先生刪了那段 我後來想回整件事 是很對的 因為我可以保持整個音樂的 tone 根本上是 有時候輕鬆或者開心 是不一定要用音樂去表態 反而剪了 我覺得畫面那裡 挺生活化的 所以我覺得這下剪得不錯 Alan 記不記得哪段 我記得那段 我記得那段 第一集 劉德華和鄭秀文搬入新屋那段 不過你問我 其實我傾向小音樂 我希望儘量 小音樂可以做到 但是其實是困難的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 不會去找一個秒錶去計 你進去看一套90分鐘的電影 到底有多少分鐘的音樂呢 有沒有人想過這件事呢 其實港產片很多時候 你看90分鐘的電影 其實有超過60分鐘的音樂 直覺就有感覺 譬如歐洲片 明顯地是少很多音樂的 對,明顯地是少很多的 荷里活電影 有些就更多 譬如如果大家記得看過 變形金剛Transformer 是沒有停過的 是的 是沒有停過的音樂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挺有影響的 就是你想去冷靜一點 看看這件事 你也沒有機會 他根本就是一直給著一個很商業化的 整個情緒給你 我自己希望可以 就是30至40分鐘的音樂 我覺得是 正確一點的 文澤西那一段 用一支小號喇叭去吹那個音樂 我自己很記得 他也有一套是我的心印象 For me 就是木間道 有人跳 黃修生跳樓 黃修生跳樓 是的 那裡突然有一個女聲 在那裡嗎 是的 有高名 他再見警察 是的 整套電影都沒有女聲 在那裡 那裡 那裡 我認為是很影響的 那一段是熱爆了YouTube 你知道嗎 我知道最近 台灣有一個銀行的廣告 他還拿了這支音樂 他拿了 copyright 很有幫你拿 有的 有的 台灣 台灣當然拿了 也很有影響力 手音 不是 我去… 他有把影片傳給我看 那麼 很有趣 我覺得音樂就是很有趣 因為你 親托不同的畫面 撞出的火花是很不同的 我看完這段影片之後有另一種感動